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来介绍直流电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定律 就是欧姆定律 那但是它有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是线性导体 而且是温度保持一定的时候的线性导体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电阻 会跟温度有关系 所以当温度如果保持一定的时候的线性导体 它的电阻是固定的 那这个时候通过导体两端的电流 就会跟导体两端的电压有一个正比的关系 那我们来看这个欧姆定律的公式 这是一个线性导体 那接上一个直流电源的时候 它的两端就出现了一个电位差 因为跟它是并联的关系 所以里面就会有电场 那这个电场就会强迫这个自由电子 往这个电场的反方向移动 就是从B移动到A 所以电流就产生了所谓的电流 那这个电流一定是跟电场的方向是相同的 电流永远都是从 在导体里面永远都是从高电位到低电位 那欧姆定律里面就提到 这个电流就跟它的电位差 它的端电压呢 有一个正比的关系 那因为它是温度在一定的 不会改变的条件之下 所以它的电阻呢 是一个常数 这个R就代表它的这个导体的电阻 那这个电位差呢 其实也就相当于这个电源的电动式 所以一般来说电动式呢 这个理想的电源的电路里面呢 它就相当于是电源的电位差 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有一个汽车 它这个车头灯就是大灯 它输入的电位差是12伏特 那其实这个电位差呢 是由蓄电池 我们知道车子里面都会有一个蓄电池 它所提供的 那这个车头灯它本身有个电阻 这个电阻是3欧姆 那我们求这个通过这个车头灯的这个电流 所以根据欧姆定律来看的话呢 我们知道电流是等于 电位差除上电阻 所以很容易我们可以算得出来 那这个电位差呢 是12伏特 电阻是3欧姆 所以很快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在整个 整个这个车头灯的这个电 这个回路里面呢 它的电流是4个安培 4个安培 好 有关欧姆定律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第5车头灯了 第5车头灯 第5车头灯 imagin murdered